上期节目 做好准备了没有 一辆凯迪拉克的车子 赞实的耳钉 北施的项链 一张存折 不知道多少钱 买再多的东西 你也是一个土包子 贵州金沙回沙酒业 邀您共赏 本期相约 来到了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 江苏省江音市华西村 2014年全村销售收入将近500亿元 村里竟然有74层高的超五星级酒店 这里有青山湖面 高速公路 航道隧道 还有直升机场呢 这几年 华西村在产业要更具实质 村庄要更有品质 人员要更多素质等方面发展转型 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典范 天下第一村不简单 这里的姑娘也都不一般 结婚做好准备了没有 一辆凯迪拉克的车子 当时的耳钉 北施的项链 一张存折 不知道多少钱 每家每年分红 少折几十万 多折几百万 上千万 每一年 上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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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华西的女婿 刚到华西的时候 老书记就给我们 每人分了一套别墅 四百多十一封 哎呀 这位外地小伙 想做华西女婿 能成功吗 你在挑战 华西姑娘的底线呢 所以我现在心里 也没有底 这里太有钱了 三位姑娘 各点各的优秀 客信场 究竟发生了啥 华西父老 都不约而同地 淘汰一个人 为什么这么一致呢 买再多的东西 你也是个土包子 我太不怪的 我都要骂他 我妈老书只 在华西村相亲 且看现场 有啥不一样 让我能够看到 我的天哪 相约江苏江音市 华西村 马上开始 姑娘 小伙 姑娘 小伙 姑娘小伙 姑娘小伙 欢迎进入 由贵州 金沙回沙 九夜冠冰播出的 香月栏目 我是主持人 焦东坡 我现在呢 在素有着 华夏第一村 美誉的江苏省 江音市 华西村 今天呢 我要在这里呢 帮助一位 外地来的小伙子 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为了帮着他相亲呢 我们还专门请来了 两位点评嘉宾 著名的情感专家 苏勤老师 来大家掌声欢迎 世纪家园的 高级副总裁 我们找来了 三位华西姑娘 掌声有请 我们的姑娘们 上场 今天要上场的小伙子 他就在那块板子的后面 有什么当面不好问的问题 你们现在呢 可以隔空地来问一问 男嘉宾 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帅吗 要看你怎么去欣赏 你身高是多少 一米八 腿长吗 没量过 七一半 差不多一半一半 你的信用卡舍得给我刷吗 你是华西姑娘 还需要刷别人的信用卡吗 这就一份新银呀 听见了没有 信用卡舍得给他刷没有 听到了吗 小伙子 舍得了吗 没听到 一收到信用卡的问题 他就听不到了 你的信用卡舍得给我刷吗 可以 如果我在产房出了意外 你是 什么 你在哪 产房 你这么年轻就想 医生是要问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 你是怎么选择 当然是保大人 基本上没大犹豫 保大人 你能为我唱一首情歌吗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 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 就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唱小声 后半部分有点跑调 不过还算是一首情歌 你能为我念首情诗吗 为什么想让一上来让他为你念首情诗呢 以前没有人给你念情诗对不对 没有 我突然感觉到这座城市对我来说非常的孤单和陌生 因为没有你在我身边 而我的心灵和我的一切你都可以带走 只求你给我留下一双眼镜 让我能够看到你 让我能够看到你 他刚才诗的最后一句是让我能看到你结果刷一下子他就看到你了 看见你的实现你的一切 这位男嘉宾特别特别想出来看来是 我很想出来 江苏省泰行事 我于2014年3月份来到华西旅行社做导游 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为华西上万人讲解华西的历史和风光 我可以做到对老婆非常的好 比如说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话 每个月给我留30块钱的生活费就可以了 其余全部给你 你一个月总共赚40给前女友是吗 我对我前女友的话就是前女友想吃肯德基 当时冒雨一个多小时 起车去给她买全家桶 前女友胃不好吗 连续四个月给她每天送早餐 那包括我前女友过生日 我打工两个月用全部带来的3000块钱 给她买生日礼物 你就在这使劲讲你跟前女友对前女友的好 你今天相亲一定能成功 你看你准备做华西的女婿 这个心里有没有压力 很大这里太有钱了 就是太有钱了 对这里太有钱了 我们华西村的村民的话 每年的都有分红 少则几十万 多则几百万上千万 好比我们上千万 对好比我们每一年 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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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千万 上千万 很多很有钱 分红 对肖老师可以留下来当上门女婿也可以 你早知道有今天 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两千块 两千块不是两千万 人家分红一年就能上千万 是 那你先听听几位华西姑娘 你们家里给你们结婚做好准备了没有 现在是订了一辆凯迪拉克的车子吗 我没听清楚 订了一辆凯迪拉克的车子吗 订了一辆凯迪拉克的车子 然后其他的以后再说吧 我为他开车门可以 我们家的话是已经给我准备了好那个 钻石的耳钉呀 然后翡翠的项链呀 手镯啊 戒指还有那个 我们准备就在旁边这边订 订喜酒 就是这个超五星级酒店 对的 我参加就可以了 你参加就可以了 我们家是一张存折 但是具体不知道多少钱 一张不知道多少钱的存折 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这里太有钱了 我觉得吧 我们给女嘉宾的就是那种正直 赡养 包括自信 因为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做公益募捐 虽然说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不多 现在每个月还要做公益 对 因为我们新书记也说过华西村 需要的是敢担当负责任 有能力有报复的年轻人 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的腰板是硬的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你就不能谦虚一点 不用 今天呢 我们镇阳呢 带来了一个箱子 里面装着他的一个秘密 你在挑战华西姑娘的底线的 所以我现在心里也没有底 我现在什么也没有 但是我想说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一会儿厂商的三位姑娘呢 只能有一位留下来 看到其中的秘密 有请第一位姑娘 打开自己的箱子 来 我叫朱瑶芳 今年25岁 华西本地人 现在在一家钢铁企业做财物 我钢铁签子 他可能见到你有点紧 想问我花钱吗 你以为那箱子一打开 那箱子里全是钱对不对 好一点都没有 我钢铁签子 二十个给紧刷 没事再闯口气 我从不刷南方的银行卡 我也看你没钱 每次出去上千块的衣服 或者是几块钱的口香糖 都是我主动掏腰包 就是跟你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 对 只要是我感觉好的 我就会对他好 我舍得对他大方 你为什么什么都舍得给对方呢 只要我觉得值得我就舍得 你先说说你对你前男友怎么舍得 那我买过手机啊 鸡蓄刀啊 自行车啊 衣服鞋子之类的吧 前男友借过你钱没有啊 借过几十万吧 以前不是有一辆车子吗 为了以后就是结婚 订一辆新车 把车子卖了嘛 把钱都借给他了嘛 还了没有啊 还没有 因为他现在公司有点问题嘛 他跟他前男友还有一定的联系 还有几十万 借出去还没要回来呢 是吧 对 女朋友借的活雷锋 我觉得 什么都舍得给男朋友花 非常好 还在什么地方比较大方 去医院看病啊 我自己一个人去嘛 能不打扰她 尽量不打扰她嘛 女性朋友叫我出去玩之类的 她说 今天不要出去啊 我肯定是不会出去的 把我带走啊 别着急 还有二号女嘉宾呢 我们来看看二号女嘉宾 箱子里的秘密来 我叫朱亚婷 今年二十三岁 华西本地人 现在就在旁边这边 星际酒店做文蜜 然后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将来的另一位 跟我在一起是会非常快乐的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好玩 给对方起外号 会养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动物 喜欢看恐怖片 我这个人还爱讲冷笑话 你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自己想象一下 每天就是你的生活 就是不会平坦的 一定会很快乐 她刚才说她会讲笑话 给我们讲一个 对 你扶好这地方 万一笑倒了 有一个人叫电话 走着走着就挂了 好冷啊 不是什么你 我没听清楚 每个人叫电话 走着走着就挂了 冷吗 她说什么意思 我没听明白 我需要加衣服 我比较冷 我效率比较低 你还会养很多小动物 是不是 除了养过猫跟狗的话 我还养过乌龟啊 金鱼啊 然后仓鼠啊 还有蜗牛 不过都死了就剩狗了 什么 都死了就剩狗了 我估计狗也差不多过了 说说怎么捉弄 以前的男朋友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有次 我跟他发信息 我说我在你家楼下 你先来开一下门吧 开了门后 没看见我人 他就问你人呢 我说路上堵车 过了五分钟 他说你怎么还没到啊 我说我根本就没来 跟他在一起 处处都有陷阱 很惊喜 我喜欢咬人 什么 喜欢咬人 我皮很厚 没事 你一般都往哪咬啊 我喜欢咬那个 胳膊这边有 有点肌肉的地方 就咬这个地方 做好准备 一般咬了之后 都什么样子 三天消肿吧 起码三天 那我要回家练肌肉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 很快乐 但是呢 估计也活不长 没几天就把你咬死了 很可爱 这位小丫头 我们来看看 三号女嘉宾 箱子里的秘密 来 我是贡静 在华西村健康体检中心 做产后恢复的 瑜伽老师 我平常 甚至做家务 洗衣 做饭 打扫卫生 地板每天拖 床单每周换 喜欢种一些植物 像绿螺 钓篮 龙蛇蓝 仙人球 富贵族等等 我做过护士 对家里的一些 基本健康护理 我都可以 然后 我觉得我以后生病不了 你就是这个盼着自己生病了 会做饭吗 会 红烧鱼 糖醋排骨 要扇鸡 最弱 但爱像泡沫 如果能够看破 有什么难过 哇 感觉自己变成泡沫了没有 感觉太阳就出来了 是吗 擦擦鼻血 我看你刚才眼睛就目视苍蝇 不敢看她的感觉 感觉怎么样 心疯疯 再擦一遍 再擦一遍 这都给你 别着急 在你选择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位姑娘给你的爆料 这轮过后 小伙子将从中淘汰一位女孩子 我们先来看看 一号女嘉宾给我们爆什么料来 华西村不简单 在这里相亲也不一般 现场发生了啥 华西夫老都不严而同地淘汰一个人 为什么这个这么一致呢 买再多的东西你也是一个土包子 我太不怪的 我就要骂他 不赞成他 这样的消费观念 我们老鼠只要批评他 我现在就问兄姐 你懂的 你懂的 我懂的 我懂的 非常感谢你 给我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华西 外地小伙现场表白能成功吗 我在等一个人 相约江苏江音市华西村 还在继续 欢迎登陆相约官网 欢迎进入由贵州金沙回沙九夜冠冰播出的相约栏目 我是主持人萧东坡 一号女嘉宾给我们爆什么料 来 很小的店 很小的店不会去吗 路边摊 不会去 凉皮啊 肉夹馍的没吃过 肉夹馍没有吃过 凉皮吃过 不过那个凉皮是代购回来的凉皮 凉皮也能代购啊 对 苏州去代购的 下楼到摊上吃不就完了吗 感觉太糟了 而且我觉得这凉皮只有在摊上才能吃出 味道 你不会去吃 不会 买衣服的话 一般都是去江音啊 张家港 有的时候就是飞飞澳门啊 去买衣服之类的 到澳门去买衣服 对 咱们华西那边有一条街 不去 那边什么都有卖的 不去 我看你戴着戒指的哈 在澳门买的 逛超市一般都去什么超市啊 大型超市吧 买水果都吃什么样的水果啊 好吃一点的 价格比较贵一点的吧 像进口水果之类的 那你要买个柚子得多少钱啊 六十多块钱一个吧 多大的柚子 很小的那种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上菜市场买过菜没有啊 没有 你那个最便宜的包要多少钱啊 七八千 我每天只有三十块钱收购费 看来还不够 你要攒一年 对 人家才买个包可能是 从来不去小店 对 不去 原因是 习惯了吧 去大城市买东西 成了家之后 这个习惯也会保留 对不对 对 假如说 未来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不足以支撑你去大店 你会怎么样 回家问父母拿钱 爸爸妈妈来了没有 来了 在哪里我来看一看 来你看 这是当爸的给妈 当妈的不要 你看 他俩吵起来了 就要把话筒扔了 他又不是他妈 你怎么把话筒给他的 来我觉得当还是当爸的说一说 来当爸的站起来 来来来 来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来 我觉得你俩也别扔话筒了 我直接下来吧 这个 这个 我讲的实习话 他呢 他跟人啊 学病 经常不在家 然后要好 你会很疼他 所以说呢 他有什么要求 你也会满足 人很好的 人是非常好的 人很不错 这些关键词 我都听懂了 我们来看看 二号女嘉宾 给我们爆什么料来 超烦 年糊难 怎么讲 你上个厕所 他也会跟着 他会在门外等着 出去接个电话 他也会跟着出去 发个短信呢 他会在旁边盯着看 你的一些通讯软件 他会问你要密码 会问你在干嘛 随时随地 要你拍个照片给他 然后证明一下 就没有自己的空间 不年糊也烦 我发大信息 他不回 打电话 打不通的 心情不好 他就让我早点睡吧 还有就是不主动 约我出去玩的 你以前找的男朋友 是年糊的 还是不年糊的 大部分都是比较年的 小部分是不年糊的 就到现在为止 还没找到一个 半年糊不年糊的这种 那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呀 能让我 能仰视他的 能懂我的 就这样 要年糊不年糊 你给个明确话不行 他特别需要年糊的时候 你就要很年糊 他不需要年糊的时候 你就离远点 独立 我们来看看 三号女嘉宾 给我们爆什么料 来 就是要是 可以做决定的人 出去吃饭 吃什么 给我买东西 不要征求你的意见 对 像出去旅游 以后家里的装修 孩子的教育问题 希望对方来打主意 对 假如 另外一半特别愿意听你的呢 他应该像个男人 什么事情都让女人做主的男人 我不找 我有主见 给你个梯子 你就往上爬 是不是 你是一个怎样有主见的人 不需要你说 我会自己去了解 你喜欢吃什么东西 直接给你买 那你的意思是 你俩很合适的意思 看接下来吧 看接下来 我们听听我们 华西父老乡亲 给你提怎样的建议 来相约 我觉得还是二号吧 选择二号还是淘汰二号 淘汰一号 淘汰一号 不是不是不是 为什么这个这么这么一致呢 二号呢长得可爱 我看你现在好像眼睛放光的样子 我也没有 我有老婆了 有老婆了 有老婆了 别那么吃勾勾的丑人家 她是独生女 我们华西是每家都一套别墅 如果男嘉宾选择了这个二号的话 就接了分 她马上就可以得到一套别墅 很多家里我听说 不是一套别墅 最少一套 我现在就听明白了 就是主题就是 假如你要没结婚 你说啥得找他 我肯定是二号 淘汰一号 个人感觉呢 她就是爱的标准 以前来衡量 从来不去小店也是这样 衡量一种东西的品质 她也是用钱来衡量 这就比较单向 对你的男朋友就只会砸钱 而不是用心去换这种平等的交流 那么她可能不是来向你求婚 而是来向你求包养 所以我就不赞成她爱情的这种价值观 咱们华西人都很有钱 但是呢她还不是我们的代表 是不是 对 就是逛再多的大店 你买再多的东西 你开再多的凯迪拉克 你也是一个土包子 我说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 我左边跟右边的都是华西的女婿 都是华西的女婿 作为过来人 有什么经验要跟小伙子说一说 刚到华西的时候 那个老书记就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座别墅 四百八十年份 当华西的女婿真的就这样啊 对 好题了 不是说当华西女婿有多么好 现在是应该怎么选 我觉得啊 我都被你绕到别墅里去了 我跟你说 必须得选第三号 你以后如果到了华西 你就是大爷了 纯泽给你准备好了 你不要动了 甲午给你全包了 有什么事情还得征求你一点 你说你是不是大爷吧 关键没事回家还给大爷跳舞呢 对对 还有半舞 还有强歌 还享受 你以后到家就往上方台做 来一段舞蹈 行了 你媳妇来了没有啊 来了 在哪呢 躲后面呢 你叫叫你媳妇来 在哪呢 媳妇来 在哪里 不是 我要看看你在家当大爷怎么当 来媳妇 媳妇在哪 媳妇在哪 不敢 不敢 因为家里都都我做主 不敢 你拉倒问题 我先生也是上门女婿 您先生也是上门女婿 我的女儿又是上门女婿 天哪 您再有什么传统啊 两代了 这个我先生呢 写着我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写着这个权利虎 因为华式有发展 华式有平台 爱我的这个华式的消费观念 淘汰 一号 雪 两号 三号保留 我自己太不怪的 从不吃小店 跟你讲 小老师 你知道我们老书记啊 他到北京去啊 就在小店里吃一个这个方便面 他没有品味吗 老书记在大家的心目中间 永远是高大 华式的消费观念 叫华式富了 但是这个钱 还要发展展生产 对 还要这个收集我们的长辈 你二代 你二代都上个枕头 什么我们没听明白 你再说一遍 啊 什么要个枕头 啊 啊 啊 这个感情要重生 啊 该说的时候的时候再出手 你下说的时候 就笨圆 像这样的消费观念 如果是我的女人 我就不宰成 我就要骂他 你有这样的女人就喜欢吗 我我没那么多钱 关键是啊 所以这个钱要用在刀客上 老师接着要教育我们 要经济之战 我想先问问这位 我关键是看他这个 这是 这是你爱人 我跟他 改变你解采 他是七三五 那你跟你爱人 这个选择不太一样 回家之后会不会吵架呀 十四九四 在家里 谁说了算呢 啊 家里什么 大四 虾年 大四 啊 犹豫了三秒钟 我们老苏子 在家里的钱 也是老婆管的 我们新苏子 你等一下问问他 他也是老婆管的 我现在就问 哎呀 吴书记 刚才有人爆料 说您在家里也是老婆管 你懂的 我 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也是上门女婿 哇 是吧 我们华西人都知道 但是我上门在华西 知道了 一会儿呢 再请您来说 著名的心理专家 我们的苏勤老师 我刚才在台下 一边听着 我就一边发 是替这个一号这个姑娘 心里打鼓 大家好像所有的矛头 都针对她了 其实站在一个 特别年轻的 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角度 我其实有时候能理解她 有的时候 这个80后90后 她的这个消费观念 就是比较新潮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姑娘 一方面她说 我啥钱都愿为 我将来的男朋友花 第二点是 在感情上 我也处处地纵容她 今天不让我去干这个 我就不干了 这特别像一个当妈的 比较厉害 妈有多少钱都给你花 然后你说 今天妈不能去加班了 妈妈就不去了 可是很多男人 就想找个妈呀 这女人一旦 要是把老公当儿子养 咱这辈子就受罪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女人最大的本事 是什么呢 让男人为咱投入啊 不论是感情还是钱 我就问问 您在家里 你老公是怎么对你的 我在家里 肯定我说了算 这必须 你懂的 二十姑娘我特别喜欢 特别单纯 你跟她在一块 很可爱 别看她古灵精怪 其实她内心 还藏着一个贤妻良母 哇 这个你都看到了 你想想 她一开始 问的那几个问题 什么产房嘛 将来的孩子嘛 对对 我估计啊 她一开始 是希望老公 把她当女儿 将来要是真有了孩子 这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妈妈 三号这个 你这个快乐的嘱咐 不要拿出来说太多 其实结了婚之后 这个是不是一个好嘱咐 都能看得到 但是在恋爱的时候 咱还得表现得 有情趣一点 幸亏你刚才 有那段舞蹈 为你加分不少 好 谢谢 来 许文老师 大家都说一号不好 但是我发现了 一号的一个优点 非常简单 直接 很真丑 有这么一句话说 这个女人 如果不为你花钱 并不一定她不爱你 但是她愿意 为你花所有的钱 她一定非常爱你 所以这只是她表达爱的 一种方式的不同而已 但这个女孩 我觉得很好 但相比而言 二号 三号 可能会把自己的优点 表示出了 二号喜欢浪漫 爱情当中就需要这种浪漫 是不是来一点 没事就捉弄你 对 我觉得挺花的吞 这个女孩在不停地给你制造浪漫 又什么漂亮 你觉得多幸福 是吗 这个你应该懂的 我懂的 我懂的 三号那个整体表现 是比二号要好的 但是找朋友谈恋爱呢 不是找最好的 而是找最适合 如果说最适合的 可能是二号 二号 对 两人在一起整天 他给他挖坑 他给他挖坑 很幸福 这样一辈子都好 但是我怕被咬 但是打是疼 骂是爱 急了拿脚串 你怎么那么不懂 他真爱你 他舍得那么使劲咬 你不知道咱们现场 有多少小伙子 想被他咬呢 你知道吧 有举手吗 有举手 他怎么就咬你呢 对呀 现在到了我们小伙子 该做选择的时候了 和你的两位同事 商量一下 在音乐结束的时候 做出自己的选择 来 现在是订了一辆凯尼拉克的车子 凉皮吃 带购回来的凉皮 买衣服 飞飞澳门啊 去买衣服 前男友借过你钱没有啊 借过几十万吧 上千块的衣服 手机啊 都是我主动掏腰包 想这样的消费观念 我就要骂他 我们老鼠指 要批评他 女人如果不为你花钱 并不一定他不爱你 但是他愿意 为你花所有的钱 他一定非常爱 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的生活就是不会平坦的 一定会很快乐 养过乌龟 金鱼 都死了就说狗 喜欢咬人 超凡年糊难 发个短信呢 他会在旁边盯着看 你看他古灵精怪 其实他内心还藏着一个贤妻良母 我们家是一张存折 具体不知道多少钱 糖醋排骨 要扇鸡 老鸭汤 鱼头汤 也会包馄饨 什么事情都让女人做主的男人 我不找 太完美了 有什么事情还得也征求你意见 你说你是不是大爷吧 有结果了是不是 有了 来 请两位同事台下就坐 走上前去 关掉其中的一个箱子 通过相互了解 谁的箱子最先关掉 稍后男嘉宾将给剩余两位女嘉宾 出示到匹配度测试题 我很努力工作 但一直赚的美你多 A 不建议 B 有一点建议 C 很建议 选择 男嘉宾还将打开自己的箱子 你在挑战华西姑娘的底线 所以我现在心里也没有底 谁更匹配 谁将淘汰 最终能否牵手 什么意外都有可能 非常感谢你 给我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华西 相约江苏江一市华西村 鬼州金沙浑沙酒业 邀您贡赏 走上前去 关掉其中的一个箱子 爱情不能用金钱去衡量 那我平时也去小店 我觉得如果我贪图富贵 我会很自卑 但是我能创造财富 我会相当有自信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将得到 世纪家园网免费的钻石会员一年 我感觉下一个是二号会被淘汰 另外三号比较完美吧 在我手里呢 有一份根据我们男嘉宾的情况 整理的一个调查问卷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叫匹配度测试 请听题 如果养小动物 你更喜欢 A 小猫小狗 B 乌龟金鱼 C 不喜欢动物 A 小猫小狗 我选 B 你的答案是 乌龟金鱼 招财啊 啊 搞旅游的招财是吗 为什么不喜欢小猫小狗呢 我害怕动物 我晚上回来很累 你想去镇上看电影 A 拉着我陪你去 B 自己跟朋友去 C 不去 我选 B 不去 你的答案是 自己去 按说你应该是使劲咬着它去啊 有事我也会体贴一下 你希望你的男朋友 A 很有酒量 B 能喝一点 C 低酒不沾 B 低酒不沾 A 很有酒量 你的答案是 我从不喝酒 又匹配了 又匹配了 怎么长得 你又匹配了呢你 喝酒对身体不好 我们的婚礼 你更注重 A 独一无二 B 浪漫感动 C 人多热闹 B 人多热闹吧 你的答案是 又匹配了 人多热闹 对 因为我们平时做导游嘛 就是喜欢带着一群人出去旅游 那样比较生活精彩一点 你看他主动地去拿小红心 往上贴 我很努力工作 但一直赚得美你多 A 不介意 B 有一点介意 C 很介意 B 有一点介意 不介意 好像有点犹豫 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发生了 贴红心了 我到底全匹配上了 不会是一个百分之百 一个是百分之零吗 如果我留在华西 与你结婚 你希望 A 跟你家人住 B 我们自己住 自己住吧 自己住 不可思议的事情 还在继续发生 对 如果我同意做上门女婿 你希望孩子 A 跟女方姓 B 跟男方姓 C 无所谓 跟男方姓 无所谓 无所谓 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发生了 你不想让他跟你姓吗 我觉得孩子的姓识问题 其实不大 这个没关系 跟谁的姓都可以 对 只要血缘关系在就行 将来有孩子 你希望A 姥姥姥爷带 B 爷爷奶奶带 C 自己带 自己带 自己带吧 我觉得姥姥姥爷带 不能自己带 如果我们将来有了孩子 你希望 A 要出去闯一闯 B 始终留在华西 可以出去闯一闯 A 可以出去闯一闯 你的答案是 A 要出去闯一闯 对 要自己出去闯一闯 我父母在外地 我是独生子 中秋春节 A 一定陪我回家 B 让我自己回 C 接来父母一起过 陪他回家吧 陪他回家 陪 一定要 一定要中秋春节 对 一定要陪我回家 来相遇 许为老师 跟我们男嘉宾说一说 我觉得二号呢 很真实 自己怎么想 就怎么说 而且很简单 对 我还是觉得 你和二号在一起 会很幸福 他们两个都说 我喜欢的宠物是 鲸鱼啊 乌龟 但是只有我们的 这个二号姑娘说 喜欢小猫小狗 因为这个小猫小狗 从我们的这个心理的 这个意义上 它代表的是一种居家 但是喜欢鲸鱼乌龟 它代表的是一种大自然 向往自由的一群人 这两个人在生活的观念上 可能特别像同一类人 你选择二号呢 是选择一个 跟你互补的伴侣 那选择三号呢 是选择一个 跟你一致的一个伴侣 你是希望在生活当中 多一点新鲜的元素呢 还是说保持我现在的生活 再找一个同盟 再找一个伙伴 这其实是 你对于生活的两种态度 是更加新鲜的 有突破的 还是延续我现在的这种状态 这个可能能够帮助你 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 谢谢 像苏群老师这么一说 分析得很透彻 在你做选择之前 我们还请我们的 席恩书记上来说两句 来 您好 您好 作为华系来说 在老书记 带领我们老一辈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 把华系城建设成了 今天的天下第一村 看他们三位姑娘 比武招亲这个过程中 我改到我的工作 还没做得像老书记那样好 这个价值观 看来我们还要去努力 这也就是 我今后提出华系梦 是要介绍百年华系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可持续 可持续包含着不光是经济 也包含着精神方面 人的综合数字 要与华系的发展 经济实力更匹配 这两年我对年轻人的 教育引导方面 让他们到北岸地区 锻炼35岁以下的 那么今后看来 我们的华系的 年轻的女孩子 也要跟男孩子一样 到街库的地方 与他们同劳动 所以这次非常感谢你 实际上给我看到了 一个更真实的华系 那么作为华系来说 去年我们的销售收入 近500个亿 可用的财力超过了26个亿 就在税收上到十月份 比去年又增加了 近1.2个亿 我们的财业机构 越来越合理了 比如说传统工业 与服务业的相比 现在60%以上 是来自于服务业的力量 而30%几 这是来自于财统工业 所以说华系的 这个发展方向 我希望是百花其放 好 谢谢杰人书记 谢谢 走到两位姑娘中间 我们的小伙子 在音乐结束的时候 关掉其中的一个箱子 开始吧 我还是选择二号 我觉得我未来的伴侣的话是需要护补的 我们的三号女嘉宾呢 将得到世纪家园网 免费的钻石会员一年 我感觉厂商的两位嘉宾应该可以牵手成功 因为男嘉宾他说 他希望找一个跟自己互补的 我们即将看到男嘉宾 大箱子里的秘密 有什么最担心的问题 要问问他吗 他是不是还对三号有点 你是不是还对三号有点留恋呢 那我都把人家给删回来 因为我刚刚看他问那个疲惫 他那个表情好像是很满意的样子 你的感觉是错的 他选的是女 我们来看看男嘉宾 大箱子里的秘密 来 不管未来我能否成为华系的女婿 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本领 去创造幸福的人 华系给了我锻炼的机会 我还比较年轻 需要提升自己的讲解技巧 包括英语口译能力 和沟通协调的业务能力 上海的旅游市场比较成熟 机会比较大 那么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在上海 拥有自己的一家旅行社 我们老书记曾经说过一句话 人活着需要钱 但不能仅为了钱 华系的分红确实很诱人 但是创造和奋斗 才是华系真正的传家宝 这也是华系村给所有来这里的人 最珍贵的分享 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 能跟我一起去追梦 这就是华系生的传家宝 在你印象当中 有华西的姑娘陪着嫁出去 从头开始创业的吗 我个人了解好像是没有 你在挑战华西姑娘的底线的 你觉得她能同意吗 所以说我现在心里也没有底 心里也没底 那你能给她什么呢 我现在什么也没有 但是我想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在等一个人 希望是你 你确定想去上海 对 这个很多很多人呢 都希望能够在华西生活 那么你呢 到这里当着父老乡亲 尤其当着我们先生书记的那儿 你说我想去上海 你觉得节目录完了之后 你还怎么混呢 我们西书记说过一句话 以前来到华西定居的人 才是华西人 现在只要能为华西做贡献的人 他就是华西人 华西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平台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是华西人 华西村需要的是改担当负责任 有能力有报复的年轻人 如果我在外面有很好的发展的话 我也会再次回到华西来 为华西做功效 是这样 你们两位站在这个箱子的两边 每个人拿上一个遥控器 在你们做决定之前 我代表蓝幕组呢 有礼物相送 假如你们今天能够牵手成功的话 将得到市集家园网站 MCU智能手环一对 无论对方在什么地方呢 都知道对方的位置 无论你们今天能否牵手成功 将得到金大福珠宝 价值两万二的 那么爱 系列钻戒一对 假如你们能够在一年之内的 能够登记结婚的话呢 将得到 会员喜庆果汁 一百项 还将得到贵州金沙九月 价值三万元的 婚宴用酒 一百平 还将赠送七座 MPV 开瑞 K50一辆 幸福指数 一步到尾 一会儿呢 在音乐结束的时候 假如你们两个人 共同按下手中的遥控器 这个爱情的箱子就会打开 表示你们约会成功 假如有一个人 没有按下遥控器 爱情箱子就不会打开 表示约会失败 请听音乐 有点难 我的床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动 更不能坐 直接上不了床就是 受不了 这个也受不了 小伙子是个啥样人呢 你高吗 你猜 那你帅吗 你再猜 相约山东早交市台尔庄区 贵州金沙回沙就业 邀您贡赏 绿丰农业提醒您 查询本期嘉宾联系方式 欢迎登陆相约官网 现在请听音乐 看来他们两个人 当中有一个人 没有按下遥控器 相亲失败了 在这儿呢 我想问问 邪恩书记一句话 刚才他说这个 想去这个上海 您当书记的听论 会不会生气呀 我是从内心来讲 非常在诚 过去华西要去人才 要吸引人才到华西来 特别是让华西人 要留在华西 而现在呢 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 都可以招人才 我更希望 我们华西的年轻人 要有歹事走出去 他走到天涯海角 他还是华西人 这个小伙子 他刚才讲的 我非常欣赏 你愿意去吵 我给你一个平台去吵 华西现在在全国 对于华西的起合 我去上海的想法 他不太支持 比较惋惜 我是从小生活在华西 在这23年了 我要是跟他去了诗海 可能自己适应不了 我的父母亲 可能也会不太放心 所以我就选择没有爱 相约相约 我们相约 我们一起来相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